面对影视前锋如何握逼啊 这把我带的是飞轮大行脏没有薄命啊 所以这波救人之后 尽量要给园丁足够的二六空间 不然这把必输的 机子完全不够 那前锋面对影视又该如何握逼 如何救人呢 救人要注意一点 就是提前过去啊 因为影视可以用电眩晕你 让你卡不了半救人啊 尤其是二级的影视 一级还好 OK成功救援之后 尽管园丁倒地了 但是有两个好处啊 一个是园丁有一个秒钝 等一下有大用啊 第二个是逼出了闪现 很赚的 接下来就是欧逼部分了 面对影视如何欧逼啊 主要是躲他的电 如果走位躲不了 那就只能靠飞轮了 如果飞轮还按不出来 那就别欧逼了 肯定会迟到了 其实影视如果求稳的话 最好直接在地上扔两个瓷截啊 稳挂的 但这个影视明显有点贪 结果也是成功抓下来了 给了园丁充分的牵着空间啊 园丁牵着的也非常好 机子都快压好了才上椅子啊 那下面来说一说 面对二姐影视啊 如何去救人啊 有时候影视啊 会在椅子前面认两个瓷截啊 此时我们一定要先吃瓷截 再吃刀不然会连续吃两刀的 OK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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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上电 快开开开 这局最后也是成功拿下了 OK啊 下次面对影视啊 你玩前锋的时候 应该知道怎么玩了吧 希望能够帮大家 如果喜欢说的时候的话 记得关注一下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